好 那昨天已經介紹到 那個組織學的部分 已經介紹到胃了齁 那我們就繼續接著 昨天的一個內容 繼續往後做介紹 那在胃的部分 除了我們昨天提到的說 它的表面會有所謂的 前面會有所謂的LUGA 就是往上的凸起 這種很深的凸起以外 還有就是它表面其實會有 一球一球的球狀這種凸起 叫做這個Marmelated area 好 那這是昨天提到介紹到的 那今天我們繼續再更深入的 介紹一下胃的更細節的一些構造 我們就先以這張卡通圖來看 大家可以看到說 胃的表面會有這種 往下凹陷的一個狀況 這個往下凹陷 那如果你從胃的正上方 這樣看下去 就是用那個放大進去看的話 你會發現它有一個一個的這種小洞 好 這種一個一個的小洞 叫做這個Gastric Pit 叫胃腺凹 叫胃腺凹 好 那這個胃腺凹 再往下走 就會像右下角這張圖一樣 胃腺凹在這裡 往下走之後呢 它會有分岔的一個結構 好 好 那我們直接再來看這個圖 好 以這一張 卡通圖中間卡通圖來看的話 這個就是胃腺腰 胃腺腺下來之後 就會有分岔 那如果我們以它大概接近分岔的點 來當一條線切 這一條線切開來 那如果以照片這個是特殊染色 它利用一個特殊染色方法 去染黏液溯源顆粒 那如果以這條線的位置 大概就會在這裡 大概就會在這裡 好 那往上是所謂的胃腺 那往下呢 就是所謂的胃腺 它是一個 就我們就把它當一個腺體來看 所以大家有一個概念就是 在消化系統 的上皮結構上 只要有線下去的構造 它就會組成線體 所以在小腸會有小腸線 在大腸會有大腸線 OK 好 所以這個就是在 消化道的系統 它的一個分泌物 分泌的一些黏液 或者一些物質 或者像在胃會分泌一些消化液等等的 都是由這個往下線的 這一些上皮組織來 負責分泌這些物質的作用 所以它也可以當作一個線體來看 好 那所以 從這一條線以下就是 構成胃腺的部分 那在胃腺凹上面 我們先來介紹 胃腺凹以上的這個部分 大家會發現 用這張卡通圖就會看得出來了 它只有一種細胞型態 構成它的上皮 好 這個上皮就是這一個細胞 構成這個胃腺凹的上皮的 就是這個細胞 包含胃部表面的這個部分 那這一個就是所謂的 surface mucus cell 叫做表面黏液細胞 中文翻譯叫做表面黏液細胞 好 那它裡面會充斥著黏液素原顆粒 所以剛剛這張圖 這張照片 特殊染色染起來 為什麼會都藍藍的 就是 它會特別染出這種 特殊的黏液素原顆粒 所以這個藍藍的都是在細胞 這個表面 細胞質的比較靠近表面的部分 會充斥著很多的黏液素原顆粒 好 那這個黏液素原顆粒呢 它是屬於一個 它會分泌出來的這種黏液 是屬於 比較 這邊寫說visible 就是說看得見的黏液 其實應該講說是 在視野下你會看起來 它會比較好像有一層膠 的那種感覺 就是它比較不水溶性 如果是水溶性的黏液 跟消化液一混合 你就看不到了 那如果是 它這個分泌出來的黏液 是比較像膠狀的物質 它會覆蓋在胃壁的表面 那大家知道胃的很重要一個功能 就是什麼 它會分泌所謂的胃酸 在胃有胃酸 那這個胃酸我們待會就講 PH值低到1到2 那你不要 就想像一下 你把手放到那個什麼鹽酸 裡面會有什麼後果就知道了 所以胃壁表面一定要有東西去保護它 好 它就是靠這個表面黏液細胞 分泌出來這黏液素顏顆粒 釋放出來這種不溶性的水 黏液 去覆蓋在胃壁的表面 防止這個胃酸清洗進去 好 那再來它也會釋放出一些 碳酸氫跟離子 那這個可以中和掉靠近胃部表面的 這一些胃液 這一些鹽酸 做中和的一個作用 讓它的PH值不要太低 去侵蝕到你的胃壁的表面 好 這個是第一個就是在胃腺 然後只有一種細胞存在 那進入到胃腺之後 以這張照片 我們回到這張照片來看 這一條線以下開始就是胃腺 那這個地方 會有稍微狹窄的地方 就是從胃腺腰鋼 進入胃腺開始算起的地方 我們把它叫Isamous 叫俠步 好 往俠步開始 從俠步開始 你就會發現有其他細胞慢慢出現了 當然它少部分的一些交錯 還是會有一些 可能表面黏液細胞會進來 因為人體的組織總不會是很平整的 所以會有高高低低的狀況 不過大概從這裡切 就可以切出來 就開始有其他細胞出現之後 就可以把它當做胃腺來看了 好 那進入俠步之後的胃腺呢 它分佈的細胞 它分佈的細胞 不過有些細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就是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分泌所谓的胃酸 OK 好 那由刚刚提到的第二种 Chief Cell主细胞 分泌出来的粘液溯源 粘液溯源 这些刚分泌出来的这些酵素 其实它还接了一些东西 所以它是比较大的一个蛋白质 但是它没有酵素的活性 当这些粘液溯源呢 接受到胃酸的切割之后 碰到酸性的物质之后 它会被切割成Pepstein 就是胃蛋白酶把原去掉 把原质去掉 这时候的胃蛋白酶才真正具有酵素 OK 酵素的活性 好 那再来 Acyntic Cell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作用 就是它会分泌另外一个蛋白质 叫Intrinsic Factor 这个待会我们后面会介绍 它在我们的生理作用上 扮演蛮重要的一个角色 好 那第四种细胞叫 Enteroendocrine Cell 这个我们昨天有提到的 就是在消化道的部分 从食道开始一直到 后面的直肠啊 等等的这些位置 都有这个在胃里面 负责分泌这些荷尔蒙的一个 细胞存在 所以我们把它统称叫做 肠内分泌细胞 好 只是在不同的位置 会分泌的荷尔蒙不一样 所以在胃 它会分泌所谓的Gastrin OK 好 胃密素 好 促进胃的蠕动啊 然后让胃的一个 消化液的分泌会比较 量会比较大这样子 好 所以在胃的地方的 这个Enteroendocrine Cell 它分泌的就是胃密素 好 那在早期 因为比较 这一群细胞 我们在组织学鉴定上 都是用一般染色会染不上 所以我们早期的染色 都是用一些重金属去染 像银啊 或者是个 等等的重金属去染 才染得到 所以早期给它名称 又有所谓的Enterocrocloxmuffin Cell 或者是 Argentafin 或是Argyrophil Argyrophil就是四瓶的意思 好 那这个就是说 早期都是用引染 这个都是早期用的名称 那现在都统称叫做肠内分泌细胞 那因为它在胃是分泌 这个胃密素 那我们就简称把G拿出来 所以在胃的肠内分泌细胞 就是所谓的G Cell OK好 那再来在胃的霞部的地方 就是大概这个位置 会有一群所谓的胃分化的细胞 On Differentialated Cell 那这一群细胞在胃部就是属于干细胞的一个功能了 就是上面的这些黏液颈细胞或表面黏液细胞呢 如果或者主细胞的细胞如果死掉了老化 时间到了死亡退化掉之后 它这个胃分化细胞就会往上或往下分泌 分化成这些细胞去填充这些细胞的损失 好 那再来 一样在Mucosa的位置 那胃的表面的上皮就已经是单程柱状了 我们昨天 我有个人看到我 在胃部的足够 而是藉磋的 所以我是不在胃部的 随便 计划 它也会放着 即使你 海盘 我们看到 鸟 是一樣 在年末層的最外側 就是管腔蒜內側的話 如果我們往外走 最外側第三層就是所謂的年末基層 那在胃就回復到典型的內環外重 OK 好 那年末下層呢 submucosa的地方 我們昨天有介紹到 它跟這個mucosa會往胃壁的上側 表面管腔的裡面會生出這個很大的一個凸起 甚至在肉眼下就看得到 這個就是所謂的luga 那如果是複數就是這個luga 好 那它submucosa 都是dense irregular CT所構成的 我們昨天簡介的時候也提到了 所以一樣有所謂的methanous plexus 沒事小體去控制這一邊的年末基層的運動 或者是這些胃腺的一個 或者是在submucosa一個血管的一個書章的作用 好 那在外基層的部分 胃跟消化到其他地方就不太一樣了 它會有三層肌肉 就是內血中環外重 OK 它的肌肉外基層就變成三層 好 那以 內血中環外重來講 那一樣 它有所謂的obaha的plexus 去控制外基層肌肉的收縮 好 那它會分佈在哪裡 我們昨天有介紹到說obaha plexus 通常如果是內環外重的肌的部分 外基層如果是內環外重的結構 會在內環外重中間嘛 那在胃在哪裡呢 很好記 一樣是在環肌跟重肌中間 OK 好 所以這個大家就比較不會搞混了 OK 好 那在胃外面是serosa 胃外面會有一層那個尖皮把它包起來 所以是所謂的薑膜 好 那 所以進入到胃之後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針對這些細胞來稍微做一下介紹 在更細一點的一個 一些功能上的一個簡介 那個表面靈異細胞這個是 在胃上面 胃包含胃腺然後以及胃腺裡面 的這些細胞的壽命 所以有一些細胞壽命可能比較長 例如像蜜酸細胞的壽命可能長一點 那如果主細胞壽命大概是60到90天左右 那表面黏液細胞 或者是這個黏液緊細胞 通常分泌黏液的細胞壽命相對來講 都稍微短一點 可能是因為拼命製造黏液的關係 所以壽命都比較短 好 那當然就會剛剛有所謂的 在瑕布的Defensiation Cell去添 彌補這些損失掉老化的細胞 好 那我們先來看 在胃腺凹上面 上面所分佈的這個表面黏液細胞 這個表面黏液細胞你就會發現 它會剛剛有提到 它會分泌所謂的 看得到的insoluble的mucus 那在哪裡呢? 就是在這一邊白白的這個部分 所以如果我們稍微放大一點來看 你就看到 白色一條 由表面黏液細胞分泌出來的這個 比較不水龍性的黏液 在電子顯微鏡的照片下就看得到 OK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就是 表面黏液細胞 所分泌出來 保護未必的黏液 好 那進入胃腺之後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黏液菌細胞 那我們剛剛也提過 它是分泌所謂的水龍性的黏液 主要是潤滑食物用的 好 那第二個就是主細胞了 那主細胞我們剛剛也大概介紹過了 它會分泌黏液促源 那這些黏液 胃蛋白霉源 胃蛋白霉源 那這些胃蛋白霉源 一開始是沒有活性的 但是 胃的直解霉 是一釋放出來就有活性的 它不需要經過 經過所謂切割的作用 所以這個跟這個胃蛋白霉源不太一樣 好 那大家其實可以想像說為什麼 這些胃蛋白霉源 如果在細胞內就已經有活性的話 它就會把細胞內的蛋白質吃掉 所以它在細胞內必須要是屬於 不活化型態釋放出去 經過胃酸的切割才有作用 才不會傷到細胞本身 這個其實這個從自然的一個生物的一個定律 其實可以去想像 好 那再來第三個 我們會花多一點時間介紹 就是所謂的蜜酸細胞 或叫B細胞 通常大家比較常聽到應該是 Perietal cell 就是B細胞 好 以B細胞來講 它有分成所謂的活動期 它這個活動期 跟修指期 兩個時期 那在這兩個時期 它的細胞的型態 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我們就以中間這一張卡通圖來看 你以中間這裡切一條線 它把一顆細胞 同時畫出修指期 跟活動期的一個 B細胞的一個型態 大家就可以發現 在活動期 B细胞会有一条很长的 其实它中间还会有分叉 以这颗细胞来讲 中间可能还会有分叉的一个结构 就是会有很长的所谓的 intracellular的这个 Canaliquid 就是胞内小管 胞内小管 那再来胞内小管 旁边的细胞膜 会生出很多的所谓的尾龙毛的部分 好 那这是在活动期 那在休止期呢 相对来讲 我们就把它叫做所谓的 tubular vesicular system 就是它的状况就是 会有很多的网络状的构造 那胞内小管就变得很短 所以这是它处在休止期的一个状况 好 那 我们就来看 当然它在分泌胃酸 是在比较活化或活动期的B细胞 它才会释放所谓的胃酸出来 那胃酸的成分其实就是HCL 就是所谓的盐酸 好 所以它可以让胃义的pH值 可以低到1到2之间 然后 然后这一个东西 在B细胞里面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右边这张图 它的制造基转 就是 水分 就是水分子 可以进入到B细胞里面之后呢 在B细胞里面 它会自然分解成所谓的 因为水就是由H跟O 两种原子所组成的嘛 所以它就会释放出一个氢离子跟一个氢氧跟离子 那一个这个是正电的 这个是负电的 好 那再来 在这个B细胞里面会有一个酵素叫Carbonic Enhydrase 好 这个酵素呢 会把水分解出来的这个氢氧跟离子呢 跟从细胞底部带进来的这个CO2 就是所谓的这个二氧化碳 把它结合成所谓的碳酸氢跟离子 好 那这个碳酸氢跟离子 会从细胞底部的一个 负离子的Antiportal Channel 其实就是一个Transporter 它会把这个带负电的碳酸氢跟离子打出去 打出去的过程中 它会从细胞底部带一个带负电的氯离子到细胞内 好 那这个带负电的氯离子呢 就会从这个一个绿离子的一个通道 送出到这个胞内小管 就是送出到这个胞内小管里面去 好 那再来就释放到这个胃部的管腔 好 那再来 在细胞 这个B细胞里面的氢离子呢 是怎么打出去的呢 它就是 由刚刚水分离出来的这个分解出来的这个氢离子呢 它会有一个氢甲离子的帮谱 那这个是一个AT需要消耗ATP的一个离子帮谱 它就会把氢离子打到这个胞内小管 好 相对的它会把胞内小管的甲离子它需要做一个交换的动作 它会把带震电的甲离子带到B细胞内 那这个甲离子呢 就可以再由B细胞的一个channel 一个甲离子的通道 送到这个胞内小管 不断的循环利用 或者是它可以从这个B细胞下面的一个channel 送到我们身体里面去 好 那再从外面 它细胞侧面的地方会有一个一样消耗 需要消耗能量的一个邦谱再把这个甲离子带进来 OK 好 那或者然后再来当然它再带进 那这个就是那它送出去的这个 借由这个氢甲离子邦谱送出去的氢子氢离子呢 跟这个带附电的氯离子就形成HCL 就形成盐酸 那这个就是胃酸的成分 OK 好 所以在临床上如果说什么 最近考试压力大 你们去乱考刚过嘛 有没有开始微不舒服的 好 那就是什么压力大 你就会胃酸分泌 或者是什么 交感神经啊 什么自律神经调控会开始出现一些异常 有的人就会开始什么 胃移分泌不正常 或者三餐不正常 该吃的时候不吃的时候 那你胃移分泌 然后就开始没有消化食物 反而开始来侵蚀你的胃壁 这种状况下呢 就产生胃溃疡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你去看临床医师 临床医师就会怎么样处理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如果你不是那种什么 胃油门感菌的一个清洗的话 他大概就是开一个所谓的自酸剂给你有没有 好 自酸剂的作用原理 例如像这个 Omeproide或者是Lensproide 这一类的自酸剂器 它就是抑制这一个 氢甲离子帮谱 它把抑制氢离子送出去 所以你氢离子没有送出去 你就没办法形成胃酸 就可以让你胃移的 胃酸的分泌降低 那你的这个胃度被受侵蚀的状况 就可以减少 OK 好 这个是B细胞的第一个作用 就是 盐酸 它分泌所谓的胃酸的一个过程 和基酸 第二个是 B细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分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蛋白质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 Intrinsic Factor 中文翻译叫内在因子 好 这个是一个44kilo大小的一个 一个蛋白质 糖蛋白 那这个糖蛋白很重要的一点 是在于说 它跟所谓的维他命B12的吸收有关 所以维他命B12 如果要吸收到我们的体内 用这种肠的重量 就能费起来 然后把这种肠容 就能费起来 看到草原的 就能费起来 给你 他命B12 然后就能费起来 有最好的肠容 这个肠容 就能费起来 有最好的肠容 这个肠容 是 我 是不是 这个肠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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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肠内分泌细胞我们之后介绍到小肠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肠内分泌细胞 做担任不同的作用 那在胃来讲 G细胞去刺激胃的胃液的分泌胃的蠕动 相对的Delta cell或D cell分泌出来的这个体液素 它就是抑制这个G cell的一个作用 所以它是一个算是一个调控的一个机转 去抑制G cell释放出来微秘素释放微秘素的一个作用 好 那再来我们刚刚就有提到 在组织学上前面提到的组织学上未分成三区 喷门区 优门区跟底区 底部 好 那 会去这样做区分的原因 做只分成三区的原因就是因为 在这三区 你在组织学切片下 看到的胃线的一个形态会不太一样 像在喷门区 我们把照片都修出来好了 我们先讲比较典型的啦 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是胃底部的线体 是长得像这个样子 就是胃线凹下来之后 它会产生两个分支 那两个分支就有点直线状的 直线的 所以它的组织切片会比较单纯 结构上相对上来讲 会比较单纯一点 就是直线的一个 胃线凹下来之后 两个分叉 形成所谓的胃线 好 所以它的这个组织切片会长得像这个样子 但是 如果是在喷门区的话 这个胃线凹下来之后 分一样产生所谓的分支 产生形成所谓的胃线 但是它往下走 它还可能产生第二个分支 就是它会分支再分支 也就造成说它在组织切片上 你会发现 胃线要下来之后有一个分支 然后到了某一些位置 你又看到它又有分支的状况 好 所以这个是喷门区的胃线的一个状况 那在幽门区呢 则是像这个样子 就是胃线要下来之后 而且它胃线要可能会高 会 就是长一点 OK 然后再在喷门区 再微小声 也就让它这么一段时间 那么像这边 儿线是这样的 是什么 它就像阴力走的 好就是可以 蛋黄跟魔太阳 也有一天 所以只有一天 如果也是分支 那么准一下 真不要弄 但是杀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那再來 這個是一個切片 就是剛剛提到的 假設你有這個消 潰瘍 胃潰瘍的狀況 那這個已經是很嚴重了 它這個應該是 潰瘍很久沒有去治療 那就 侵蝕 它不只蜘蛛被侵蝕了 它連submucosa都有被侵蝕的狀況 那就submucosa被侵蝕進去之後呢 它要修復 修復就變成說 就 會有一些fibroblast 就釋放大量的這些 膠原纖維出來 然後先把這個地方先補起來 所以肌肉 這個胃的組織上皮 或者是一些接地組織 被侵蝕破壞掉之後 就會有一些深染的膠原子組織去 把它稍微先把它填充起來 這個的一個作用 好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慢性消化性潰瘍的病理切片 你們之後在病理學 應該病理科的 學科的老師會做一個介紹 好 那再來外基層的部分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它有三層 就是內血中環外重 那歐巴哈Plexus 在中環外重中間 好 這裡就是在 在複習一下 那這個歐巴哈Plexus 就是 會讓 促進胃 它的外基層的 蠕動 攪動 會變得比較劇烈 會變得比較劇烈 OK 好 那再來 胃的最外層 就是會有一層 單層尖皮 還有一層 稍許的結地組織 把它包覆起來 所以就是所謂的 薑膜的部分 那這個薑膜 在附膜的地方 黃醫師應該介紹到 這個就是所謂的 這個 脹層附膜的部分 就是 在我們體壁上 在 假設在附牆 體壁上的叫 壁層附膜 好嗎 那在消化道上的附膜 就是所謂的 脹層附膜 Vicero 的Peritonium OK 好 那這個是簡單再複習一下 好 那再來我們就是 從 胃 就會連接食物 經過胃之後 就送到十二指腸 好 那送到十二指腸 我們就來比較一下 胃跟十二指腸交界處的一個差別 像 這個上面 以這張照片來講 這個上面是胃 下面是十二指腸 下面是十二指腸 好 所以上面這個胃的地方 你可以發現 上面的這個都是表面黏液細胞 然後會有很多空洞 這個我們到組織學實驗的時候 會在 形態上再做更深入的介紹 因為我們 組織學證科時間很有限 所以我們 形態上沒有講得太深入 我們的 在實驗課 我們會再做深入一點的介紹 就是 它在細胞值 因為很多黏液素原顆粒 充斥在細胞值內 所以在 一般的H1指腸下 會染的淡淡的 OK 這個都是表面黏液細胞 那 經過這一區之後 你就會發現 一樣是單層柱狀的細胞 但是它的細胞值的地方 幾乎都是深染的顏色 這個就是 腸吸收細胞 或簡稱叫腸細胞 好 我們待會後面就會介紹到 好 那在胃的 mucosa就會有 胃腺癌阿 想要出現 好 好 我們 就 就會有一些這種淡然的細胞 細胞脂頂端比較淡然的 我們大家後面看得到 這個會分泌黏液的一個細胞 然後再來 在腸細胞 小腸的腸吸收細胞上面 會生出所謂的微龍毛 我們待會介紹它的作用 然後再來就是 在十二指腸的submucosa 才有的一個腺體 就是所謂的十二指腸腺 好 那外基層就回復在小腸 就回復到典型的內環外重 OK 好 那再來我們就進入到小腸的部分了 就是食物經過胃之後就進入小腸 好 那解剖學上應該 禮拜一黃醫師介紹過嘛 小腸分成幾段 三段 三段 跟一臉 就是十二指腸 空腸跟回腸 好 那我不知道你們在記中文的時候 會不會常空腸回腸搞不清楚 會不會 會 那教大家一個我的技法啦 大家來上課不要空手而回 空在前面回在後面 好 這樣就記起來了 OK 好 用一點訣竅就可以記起來了 好 好 那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空腸 這個就是所謂中文翻譯是回腸 OK 好 好 以長度來講 十二指腸當然很短 而且它是附著在我們的後體壁 所以為什麼叫十二指腸 因為它的長度大概是十二 跟手指疊在一起的長度 所以大概是二十五公分 那如果以這個 空腸來講 大概是二點五公尺 好 那回腸就是三點五公尺 加起來六公尺腸 好 大家可以想像 你活著的時候 會一根六公尺腸的管子 在你的腹腔會是什麼情況 但是實際上在活體的時候 它有沒有那麼長 並沒有 OK 這個我們講的 這個是解剖學 所以 這個是在大體老師身上 你們會看到的長度 就是已經 往生的人 上面你看到這個現象 實際上你還活著的時候 不要忘記 胃有所謂的外基層 平滑肌細胞會有收縮的現象 所以實際上 以這個基層腸在活著的狀況下 大概是一百公分 就是一公尺 那這個一臉 回腸大概是一百五十公分 就是一點五公尺 這是活體的狀況下 OK 因為這個以前曾經有考生在國考的時候 問過我題目說 為什麼他在某一些補習班的講義上 看到說長度會不一樣 對 那這個就是 在國考可能有時候 搞不好會提到 就是他在活體跟在大體老實狀況下 是不一樣 就往生之後 整個平滑肌粗張開來 他沒有收縮的活性 粗張開來 最長才會到六公尺 OK 好 那這個是 小腸的一個解剖學的一個分段 的狀況 那再來我們就來看 小腸在組織學的構造上 他在表面會生出一條 一條的凸起 就像葉子或手指狀的這種凸起 這個凸起就是所謂的V-Lite 那單數是V-Lite 就是單數是V-Lite 那如果是很多條 複數就叫V-Lite 就是所謂的龍毛 不要加尾在前面 加了尾就變成尾龍毛 它是指不一樣的東西 它是V-Lite 好 那 這個V-Lite 一條V-Lite裡面 一條龍毛裡面呢 會有血管 進去 動脈進去 靜脈出來 然後再來 它還會有這個綠色的管子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Lectio 乳米管 乳米管 好 那當然就是你從小腸吸收進來的指值 比較大比例會進入到乳米管 再由下面的淋巴管回收到我們體內 好 所以乳米管會連接著我們 這個小腸在submucosa裡面 下面的這個 這個裡面的這個乳米管 這個淋巴管 送回我們體內 好 那吸收的其他的養分 大概都是進入血液 就是進入血管 再從靜脈回到 進到我們的體內 好 那 一樣 小腸分成這個四層 那 那 在 mucosa的地方 我們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凸起的這個叫龍毛以外 還有下腺的這個構造 這個構造以下 就下腺的開口以下 就形成所謂的腺體 那在小腸就是所謂的 small intestinal gland 小腸腺 好 好 那這個下腺的構造本身 就是這個開口本身 叫做 Crypt of Limboquin 這是它的一個特有的名稱 好 那在大腸也有下腺的一個狀況 名稱一樣叫做這個 就是小腸大腸下腺的這個構造 名稱 一樣都是叫這個Crypt of Limboquin 這邊我們先跟大家提一下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說 小腸在這四段 的結構 還有在mucosa 它有什麼細胞分佈在它的上皮細胞上 以小腸來講 它的上皮一樣是單層柱狀的上皮 好 單層柱狀的上皮 然後它會有 這個 就可以了 就是長細胞就可以了 OK 好 那 它在細胞的頂端的地方 就是靠近管腔那一面 叫頂面 會有 有 由 麥可 V來 圍龍毛 中文翻譯就是圍龍毛 所以剛剛講龍毛跟圍龍毛不要搞錯 會形成所謂的蚊狀圓 我們待會看到那個手繪卡通圖 就可以知道它的一個結構 那再來 細胞細胞的頂端 會有很緊密的胎僵線形成的 Junctional Compress 把細胞細胞的頂端緊密的連結在一起 那作用一樣是防止 就昨天有提過的 做一個物理屏障 防止微生物進入到這個 我們的體內 好 再來 它的側面 會有所謂的Lateral replication 就是徹折臂的狀況 我們待會會做介紹 就是 為什麼它的旁邊 細胞和長細胞和長細胞旁邊 不是直接說 我的細胞膜表面是平的 跟旁邊的細胞是平的連在一起 它是彎彎曲曲的 我們待會會看到電子纖維鏡的照片 再來 第二種分佈在小腸上皮的細胞叫Goblet cell 就是它會分泌很多的黏液素原顆粒 分泌 那這個是在細胞內的 製造很多黏液素原顆粒 然後等到你有食物進來之後 它會分泌出來 形成所謂的黏液 那這個就會潤滑食物 幫助這個食物可以經過小腸 順利的通過這個小腸的這個 消化道的部分 這個作用 好 再來第三個細胞叫做Penicel 這個斑式細胞 它會存在小腸線的底部 底部我們待會看到照片 那它會在 在細胞內它會分泌所謂的 隆菌酶 另外它也有Fagocytosis的能力 所以它可以把 假設有一些細菌 跟著食物進到小腸了 它這個 這個細胞可以幫忙 把這個細菌吞進來 然後利用它細胞內的 隆菌酶 Lysos染 把它這個細菌破壞掉 OK 好 那這個是第三種在小腸線 底部會出現的細胞 那當然一樣 在小腸有腸內分泌細胞 腸內分泌細胞 那 在小腸的腸內分泌細胞 就種類比較多了 就有CCK 這個叫I 簡稱叫I-Cell 它會主要分泌的是這個 Colecystokinin 就是膽囊收縮素 好 那再來還有一個 是分泌移密素的 叫S-Cell 就是Secretin 這個移密素 好 那再來第三個是分泌 所謂的Gastric Inhibitory Peptide 胃抑制神態的K-Cell 所以就是IS-K OK 好 那 這個是在小腸的腸內分泌細胞 種類就相較於胃來講 就複雜一點 再來第三個就是中間細胞 這個是Inmediate Cell 那這個一樣在小腸線 因為這些細胞一樣會有老化的現象 所以這個中間細胞就扮演一個幹細胞的角色 它會分化成這些細胞 OK 那再來還有一個應該是你們在宿主防禦區段已經介紹過的 就是在腸胃道有所謂的Microflow Cell 中文翻譯叫圍則細胞 或簡稱叫M-Cell 那它是一個可以幫忙幫助把一些微生物的那個抗原傳遞給下面在腸道相關的淋巴組織 就是GUT裡面淨論的那個這些免疫細胞 尤其是CD4T Cell傳遞訊息給它 讓免疫系統可以活化破壞入侵進來的微生物 OK 好 那這個乳米管我們剛剛已經介紹過了 就是在這個V-Line中間的負責把這個子質吸收進來的一個結構 在Lamina Papia的地方會有這個是固有層的地方 然後一直送到Submucosa Submucosa的這個淋巴管的作用 好 小腸腺 那這個我們剛剛已經介紹過 它會有這個開口叫做 這個整個腺下去的結構叫Crypt of Limbochum 好 那Lamina Papia的地方就已經同樣在跟食道或胃一樣 都會有這個GUT的存在 另外 小腸道的衣鏈因為比較接近大腸 那通常越接近外側的消化道 它可能會有比較多的微生物可能會入侵進來 所以在這一邊相對上來講 在衣鏈它的這個腸道相關的淋巴組織 會比另外兩段要豐富一點 然後甚至常常會群聚在一起 形成一塊一塊的斑塊 所以這一個斑塊在這個回腸的地方 我們就把它給它的一個特殊名稱叫Payerspitch 其實你們的宿主防禦應該也講過 只是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好 黏膜基層典型的內環外種 一樣平滑基所形成的內環外種的結構 好 那Submucosa的地方 好 大部分 像在小腸的三段 只有十二指腸有一個腺體叫十二指腸腺 或者它有一個專有名稱叫Brunner-Scland OK 好 那中文翻譯叫布施腺 好 這個是只有在十二指腸才有 那如果是在Citulin或伊連 空腸或回腸 它的Submucosa就不會有 所以這個突起是由Submucosa跟Mucosa一起往管腔內部 小腸的管腔內部形成的 就是這個很大的一個一個的凸起 好 所以這個凸起是由Submucosa跟Mucosa一起往管腔內部 小腸的管腔內部形成的 肉眼可見的一個凸起 好 那所謂的Villus 就是或者是Villus 龍毛就是這一條一條的 所以龍毛的凸起 是在這個環狀周壁之後 再凸起來的構造 OK 大家先區分清楚它的一個層次 好 那這個是所謂的Pricascularis 就是由Submucosa跟Mucosa共同形成的這個環狀周壁 好 那Mucosa當然就會再往上再伸出 剛剛提到的這個龍毛的一個結構 好 那外肌層回到典型的內環外重 Obaha Pricasus一樣在中間 那小腸就同時可以控制它的重肌跟環肌 進行我們前面昨天提到的分解運動 或者以及蠕動這兩種運動方式 OK 好 那小腸只有12指腸因為貼在後體壁 所以它是外膜Adventia 那如果是Jujurin或伊鏈 空腸或回腸都是Celosa 包覆在它外面 然後這個外面的薑膜會再往後拉 形成所謂的長系膜Mancentery OK 好 就是很多的很多段的這個消化道 的那個薑膜 癒合在一起之後往後會 就是大家會聚集在一起 聚集在一起 附著到後體壁 那這一段就是所謂的長系膜的部分 OK 好 要不要冷豐 我會 focal更難打盜的事情 和你 Courtafore overwhelming 攝影師 也令 Wiseman 那麼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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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以把它叫做子状龙毛就是单子它的宽度就变成一根手指的宽度的感觉但是很长 好那再来进入到衣脸之后呢它的龙毛会像这样子就是矮矮的像是一片很宽大的叶子的样子 所以它也叫叶状龙毛但是叫短叶状的龙毛 OK所以从龙毛形态就可以去区分出这三段 OK好另外在衣脸我们刚刚有提到在submucosa跟它的mucosa的laminopropia的地方 会有很多淋巴组织的浸润就形成一个一个很深染的斑块 这个斑块就是所谓的pairs pitch 赔四斑 OK好所以这个就是小长三段我们做区分的一个方式 就是在组织学上可以做区分的一个方式 好那我们就休息 那11点我们就继续待会中响了继续上课 好那刚刚讲到小长的一个 它的一个三段的一个分类方式 那再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小长最重要的一个生理功能是什么 就是把消化丸的东西吸收到体内 有没有好所以它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吸收 已经经由胃还有小长的一些消化液分解完的这些 小的氨基酸啊或者是糖分子等等的要把吸收到体内 好那在吸收 你如果要增加吸收的效率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最好的方式就是增加它面积嘛 OK好所以为什么小长会这么的长 就是因为要增加它的一个吸收面积 这是它第一个方式 第二个就是为什么会有所谓的环状周壁 环状周壁的出现的目的 生理原因也是为了要增加它的一个表面积 吸收的表面积 好再来 小长的表面又生出所谓的V来 就是绒毛 很多的这个V来 这个也可以增加它的吸收面积 好再来 我们把一颗长细胞放大来看 这是一颗长细胞 上面又会生出很多的这个叫 麦克风V来 所以 V来龙毛跟麦克风V来 微龙毛千万不要搞错 麦克风V来指的是 由这个一颗长细胞上面 细胞质生出很多的细胞凸起 那这个一颗细胞上面很多细胞凸起 就形成就是所谓的麦克风V来 它会形成蚊状圆的结构 那再来 在这麦克风V来上面 我们挑两颗出来来看 它上面还有一个结构 会有一些糖分子附着在上面 这个叫Glycocalyx 叫糖盏 糖类的糖 然后盏就是一盏灯两盏灯的那个盏 糖盏 它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它可以帮忙 假设好我们现在从消化道 就是从胰脏制造出来的消化酵素 消化液 如果好 随着食物作用一下子 就很快的随着食物流掉了 那这个NZAN是不是就很浪费 那只能作用很短时间就不见了 OK好 所以糖盏有一个作用就是 它给附着这一些酵素 让这些酵素可以在 小肠肠道里面停留比较长的时间 因为我们知道酵素是可以重复作用的 就是它作用时间可以比较长 增加这个酵素作用的一个效率 OK好 所以这个是小肠 增加它吸收食物的一个方式 好 那所以在Mucosa 你就可以看到 往上凸起的这个龙毛 以及往下线的这个小肠线 那构造上叫做Cript of Limboquins 好 那如果直接切片来看就长得像这个样子 龙毛往上凸起 那里面如果你看到空空的 这个空隙 不要误会说它是切坏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Lactyl 乳米管 这个就是乳米管 好 那再来往下线的这个构造 像这里 这个往下线的这个构造 这个就是所谓的Cript of Limboquins 那下面就形成所谓的线体的一个结构 好 那这个是小肠上面的肠细胞 那肠以一般的肠细胞来讲 细胞质是细胞核 比较偏细胞的底部 那这个细胞顶面的位置呢 就会有这个蚊状圆 好 那蚊状圆的下面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叫什么 Terminal wave 上皮组织的时候讲过 不要忘记 OK好 所以这个就是 用电子显微镜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就是这个Microveli 那下面蚊状圆就是这一条 那个Terminal wave就是这一个 就是 Microveli是由那个Actin所组成的 的 帮助 这个 这么多就是 看着 有了 贾 那 我就 我 按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当你食物的分子吸收进来到肠细胞的时候 如果你只有一面就是只有底面可以把这些东西送到下面的血管或者乳米管做吸收 是不是效率相对比较差? 好,那如果你旁边是弯弯曲曲的状况 你吸收进来的东西它也可以从侧面 好,所以当你有大量的一些吸收的营养物质吸收进来的时候呢 旁边弯弯曲曲的这个构造它可以撑开来 好,撑开来那你食物的分子还可以从侧面进去到细胞间隙之后 再从细胞间隙进入到下面的这个血管或者是乳米管 OK,好,所以这个测臂则就是增加它吸收效率的另外一种方式 OK,好,那这是长细胞的一个形态 好,再来长细胞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在免疫学上的一个作用 就是在长上皮下面的固有层 会有很多的Lymphocyte或者是一些免疫细胞进论在里面 好,那当假设你现在有微生物真的入侵进来火化之后 或者是你这个细胞它恒定上来讲 它就会有一群由就是B细胞分化而来的 这个叫做Plasma cell它会产生所谓的IgA这个形式的抗体 它是一个二合体形式的这个抗体 它会结合到长细胞底部的这个IgA的receptor 好,然后结合进去之后会跟着这个receptor一起 被细胞包覆Endocytosis吞进去 好,那再来它就会借由这个Endosom 送到细胞靠近管腔的那一侧 然后再由Exocytosis的方式送出去 送出去的过程 这个receptor的这一端会被切断 留下一小段跟这个IgA连在一起 好,连在一起的这个部分 这一段receptor连在IgA上的这一段 叫做Secretary Component OK,好,那这个就是Secret form的IgA 好,这个就会释放到管腔 然后就可以帮忙协助去破坏或者结合在一些微生物 入侵进来的细菌的表面 OK,好,所以它是一个有免疫运输这个IgA 这个抗体的一个作用 这个是肠细胞的另外一个作用 OK,好,再来我们来介绍 刚刚提到的在上皮 小肠上皮负责分泌粘液的这个细胞 就是所谓的Goblet cell 杯状细胞 这个你们在呼吸系统应该也看过啦 就是它的形状像一个高脚杯 它的细胞质的地方 会充饰很多这个粘液素源颗粒 好,所以在HE染色会染得起来 就是很空空的感觉 因为粘液素源颗粒在处理的过程中 都会被洗掉 而且它不容易染上色 就会看起来空空的 然后细胞核会被压得扁扁的 压在细胞整个细胞的下面 所以它的细胞核像这一颗 Goblet cell 它的细胞核就是这一个小黑点 OK,好,所以这一个就是Goblet cell的一个 算还蛮典型的细胞核的形态 那细胞质如果切得好一点的话 就像这样宽宽的一个高脚杯 的一个杯子的这个部分的形态 好,那它主要就是分泌 那个水龙性的粘液润滑食物用 好,再来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 第三个在小长线 底部会出现的细胞 叫Penicel 中文翻译叫这个 斑式细胞 那它的H1Stand的状况下 染起来会是像这个样子 细胞核在底部 因为它也是柱状的细胞 细胞核在底部 顶端,顶面的细胞质的地方 会有很多深染的这个小红点 好,这个小红点是什么 就是里面会有很多的Lysol染 你这些颗粒里面 小红点就是包含着Lysol染的颗粒 Lysosome 好,那这些Lysol染呢 当它把细菌 藉由Fogocytosis吞进去之后 这个Lysol染就可以把 这个细菌给它破坏掉 OK,好 所以这个就是 在我们小长线的底部 负责帮忙吞噬掉入侵进来的 细菌的一个作用 好,那这个就是刚刚在提到的 就是Enteroendocrine cell 像这个负责分泌 这个胆囊收缩素的I cell 那这个就可以出 pH值可以胃酸分泌增加 然后让胃酸可以下 pH值下降 那移密素 移密素它也是一样 促进胰胀酵素的分泌 然后再来就是 一样会调控胃酸 那再来 胃抑制生态 相对的它会抑制胃酸的分泌 但是它会促进胰脏里面 insulin 胰岛素的一个分泌 OK,好 这个是在那个胰 肠内分泌细胞的一个部分 这个应该生理学的老师 会再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再来 在所谓中间细胞的部分 就是在小长线 比较偏底部的地方 就会有这个中间细胞 那假设 这个其他细胞老化掉之后 它就会分化成其他的细胞 所以它也是一个 stent cell的一个角色 那再来这个就刚提到 microfocell 那其实它比较包覆是在 好,假设这个上皮的固有层下方 有一个gut 就是肠道淋巴组织的存在 那尤其是在伊莲的地方 就会有丰富的这个 刚刚提到 pairs page的存在的时候呢 这个microfocell会 盖在这个整个gumino center的外侧 外围 好,所以它的形态 就会长得像这个样子 好,那可能甚至它细胞 有点凹陷 就是有点弯曲的感觉 那有一些淋巴细胞 就可以从这个gut的地方 浸润进来 好,所以有一些那个 在管腔 肠道管腔的这些微生物 如果被分解掉一些东西 它可以藉由一个transport的一个作用 送到gut里面 然后在gut里面 包含一些dentritic cell啊 或者是t cell 就可以藉由这种antigen plantain的一个过程 活化这个免疫系统 OK,好 所以这个是在肠道的 另外一个就是负责免疫功能的一个细胞 就是所谓的mcell 或者叫microfold 中文就是翻译叫微则细胞 好,那 这个是乳米管 就刚刚已经提过 所以我们就不再介绍 所以脂肪 脂肪的一个分解完的一个脂肪小低 一些脂肪的物质 就会藉由这个乳米管 吸收进去之后 送到在submucosa的这个淋巴管 回收到我们的体内 好,那这个是在伊莲的地方 有很多的这个 pias patch 所以 感谢您的您的一切 感谢您的这个 会订阅您的观看 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您的观看 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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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大家 這一張簡單考一下大家 可以分得出 這三個區段 哪一個是十二指腸嗎? 哪一段是空腸 哪一段是回腸 十二指腸在哪? 這裡有一個腺體 submucosa的地方 就是所謂的bunus gland 所以這個是十二指腸 那這一段呢? 當然他的龍毛沒有畫得很好 但是也看得出來 紫狀的龍毛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 那個getunin 空腸 那這個是 看到這個什麼? pairs patch 有沒有? 最典型的 就是所謂的一臉回腸 好 所以 答案在這裡 OK 好 所以這個就是 讓大家就 在組織學上 就可以分出這三段 順便複習一下 剛剛在 mucosa跟submucosa 它有的一些特徵 那另外在十二指腸 就會有一個 所謂的大十二指腸乳突 到時候我們會介紹到 從總短管或者是主儀管 送來的這些酵化酵素 會在這一個 Ampulovator的地方 會把酵素跟膽汁混合在一起 之後送到十二指腸 這個我們到 消化腺的地方會做介紹 好 再來我們就進入到 所謂大腸的部分 那以大腸來講 解剖學應該有提過了 它分成幾個區段 藍尾 Appendix 還有所謂的second 盲腸 然後深結腸 Ascending column Transverse column 橫結腸 Descending column 降結腸 還有Signoid column 乙狀結腸 跟Rectin 直腸 以及Anokino 鋼管 這幾段 都是屬於大腸的部分 好 再來我們就來 那我們因為是組織學 所以我們著重在組織學的一個介紹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在組織學的形態上 大腸它的表面 第一個跟小腸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沒有所謂的龍毛 所以大腸的表面不會生出 那種一條一條的龍毛的一個形態 好 那再來大腸一樣有往下線的構造 我們剛剛已經提過 一樣叫做Cript Cript of Limboquin OK 好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說 嘿 這個會有下線的一個情況 好 那再來 在大腸的細胞相對上來講 就簡單很多 它就是主要這兩種細胞 那當然一樣有所謂的 那個所謂的一個幹細胞存在 但是這個我們就不特別介紹 另外它當然 它就還是有Entero endocrine cell 那只是它比例相對上來講就比較少 我們也沒有特別去提 再來就是 這兩種細胞 在大腸的比例 在靠近小腸就是起始端的位置 例如像盲腸或者是生結腸的部分 這兩種細胞的比例 這個大概是4比1 就是腸細胞 跟這個Goblet cell的比例大概是4比1 但是越到大腸的末端 就是越到後面的位置 Goblet cell比例會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到最後會變成接近1比1的狀況 OK 好 那當然就是因為 大腸主要是吸收水分跟電解質 那你在前段大概大部分都吸收掉了 之後後面的食物殘渣 你主要要排出 所以它就要分泌比較多的黏力 讓它比較容易可以排出這樣子 好 那再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在大腸 它就是一個平滑的管道 所以我們剛才已經提到了 它沒有Velan 就是沒有龍毛 也沒有所謂的Pricarsecularis OK 所以它就是管腔是一個平滑的管道 但是一樣有下腺的構造 所以一樣形成所謂的大腸線 所以大腸線 那這個構造一樣叫做這個 好 那上面的吸收長細胞 大腸的長細胞呢 吸收細胞 主要吸收就是水分跟電解質 那Govern Cell 我們剛才已經講過了 它的比例會不一樣 會隨著那個區域慢慢變化 那一樣有Mucus 然後這兩種細胞一樣有存在 那Differentiated 那是水分跟電解質 就是水分跟電解質 就像是水分牛鬼 在水分和電解質 那升速度 牠們最好 是岳木 Mustang 淋巴小結 淋巴組織存在這裡 好 外基層一樣典型的內環外重 一樣是典型的內環外重 但是 它的外重基 在 三個位置 就是大家可以想像 一個圓形的管道 一個圓形的管道 你把賓士車的標誌放在中間 當做指標 那在 這個賓士車的指標是這樣 中間夾多少 120度對不對 好 所以在每120度的頂點 它的外基層 會明顯的增厚 形成所謂的Tenia coli結腸帶 那結腸帶就是這一條 所以 一段大腸 會有三條結腸帶 剛好中間的角度是130度 120度 OK 好 那這個我們到時候在 組織學實驗會 實地上看到 切片裡面的結腸帶 那另外大腸還有這個 因為結腸帶的關係 所以它會把大腸的管臂 拉成 一個槍式一個槍式的感覺 那當然這個 互相之間是相通的 所以 這個叫做Hastracoli 中文也叫結腸帶 很容易搞錯 但是Tenia coli 這個東西 結腸帶的帶是皮帶的帶 那 一球一球的這個槍是 這個Hastracoli 結腸帶的帶是口帶的帶 OK OK不一樣 大家在寫中文的時候不要搞錯 不過因為現在 我記得你們組織學實驗 好像都要寫英文嘛 所以 應該也已經不會搞錯了 好 好 那就是 大家注意一下 它在中文翻譯上不太一樣 好 那在深結腸降結腸 在最外側 深結腸降結腸是Adaventia以外 橫結腸是Celosa 那再來直腸跟鋼管一樣是Adaventia 好 然後再來藍尾 它一樣有藍尾細膜把它包住 所以外面一樣是有Celosa OK 但是藍尾跟其他的結腸不太一樣就是 它沒有Tenia coli Tenia coli 因為藍尾已經很細了 它沒有結腸帶再延伸下來 OK 好 那再來直腸的地方 跟結腸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它因為已經是直接附著在TB上了 所以完全附著在骨盆腔上 所以它一樣沒有Tenia coli的結構 所以Tenia coli的結構一直到乙狀結腸就停了 OK 好 然後再來它一樣是Adaventia沒有Celosa OK 好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藍尾 那藍尾在人體上 一般早期都認為是一個 可以割捨的器官 實際上後來發現 其實它有很重要的一個生理的意義在於 它可能是在腸胃道擔任一個 促進免疫反應很重要的一個器官 OK 就是它有很多淋巴小節的淨論 就是這個淋巴小節的淨論 中間都 很多淋巴小節甚至都有生發中心在中間 Jominno Center在中間 那這個就是它的 這個免疫的一個細胞很多都淨論在這個 藍尾的 Mucosa 跟 Lamina propria 跟Submucosa的位置 它可以感應 偵測很多這個微生物入侵的狀況 那當然 你藍尾如果發炎的狀況外科醫師 一般外科醫師 當然都是直接把它切除 好 那再來 這個就是結腸的一個切片 大家可以看得到在滴背底下 它的這個外型 它的表面其實是比較平整的 當然我們人體的結構或切片切片的過程中 不太可能完全是像卡通圖畫的一樣是平整的 所以一樣還是有這種凹陷的狀況 但這個凹陷只是一些某些特定位置 可能比較矮一點這樣子 好 但是它表面大家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像這樣子 平滑的一個表面 好 那再來一樣有下線的這個構造 一樣是叫做 Criple of Limboquin 那這個一樣是所謂的線體 大腸線的一個構造 OK 好 那大腸線大家就可以發現 Goblet cell比例蠻多的 就是 悲狀細胞 比例相對上來講 就比小腸要多很多 OK 好 所以這個是大腸的一個特徵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Cia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erry Crypto Fibro Blast Shoes 叫腺窩周围的纖維母细胞 那后来早期不知道它的功能 后来慢慢就发现说 它有可能是在大肠的一个 Marco-Fudge分化的来源 就是它有可能担任部分Marco-Fudge的一个功能 那再来 大肠的Namina Papia 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了 它没有所谓的淋巴管 没有所谓的淋巴管 所以这在临床上衍生出一个临床意义 就是在大肠直肠癌 一般来讲现在治愈率蛮高的 所以如果你早期发现 它还没有Meta的状况下 它的治愈率很高 原因在于因为淋巴管是很多癌细胞转移的途径 好 那你的Namina Papia地方没有这个淋巴管的组织 所以你如果产生了Casinoma 就是肠上皮癌化变成癌细胞的时候 它其实就少了一个途径进行Meta Stasis 那你没有Meta Stasis的几率降低 你的治愈率相对的就比较高 OK好所以这是在临床上在大肠直肠癌 比较少Meta Stasis的一个 它Meta Stasis的一个比例几率比较低的原因之一 好 这个是那个结肠的部分 再来我们来看Rectin直肠跟Enocano钢管 那在上面这一段是所谓的直肠 直肠那直肠有一些 它一样跟大肠一样是属于一个平滑的表面 表面是一个平滑表面 但是它会有一些凸起的皱褶 举例来讲这里就有所谓的一个凸起的这个皱褶 这个叫Transverse Rectal Fold 叫横钢折 这个叫做这个在直肠才有的一个凸起的皱褶 好那再来往下走 那因为它的一个上皮结构跟直肠蛮接近的 所以我们大概就直接往下介绍这个钢管的部分 那到了钢管在组织瘸上 它的上皮可以分成三区 可以分成三区 第一区就是这一段 就是这一段是钢管 这一段 好第一区叫Colorectal Zone 这一个第一区 它的上皮还是单层柱状的上皮 就是跟结肠还是一样 跟结肠或直肠还是一样 单层柱状上皮所构成 好第二区叫Annal Transitional Zone 好就是第二区 它的上皮就慢慢的从单层柱状变成副层柱状 那另外还有一个特色是 因为它其实就是 这一区其实就是一个过渡区 因为我们知道钢管其实就连接到我们的皮肤了 好那皮肤是副成扁平上皮 所以它的上皮形态就要慢慢从单层柱状 慢慢演变成副成扁平 所以第二区Annal Transitional Zone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过渡的区域 OK好那再来在这一区 它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 在Mucosa的最下层的 Muscularis Mucosa 就是年末基层 到了Annal Transitional Zone的地方就会不见 它就没有这一个 Muscularis Mucosa这一层 好再来第三区 就是靠近肛门口的这一个位置了 这个是第三区叫Screamosal Zone 就是它的上皮就慢慢重复成柱状 变成副成立方慢慢变矮 变成副成扁平上皮 OK好所以到第三区 它的上皮形态就跟我们的表皮会比较接近 好那再来在Submucosa的地方 在这个钢管的地方 它会有很多的所谓的这个静脉虫在 那如果你静脉虫有充血的状况 就产生所谓的Internal Hemorrhoid 就是所谓的内置 其实就是大家讲的简称的 那个大家贯称的 所谓的痔瘡的一个状况产生 OK好那再来外基层 它的内环肌在到了钢管的后端的地方 它会明显的真后 内环肌明显的真后 会形成一个叫做内肛门阔约机 OK就是它的环肌在这里 会明显的真后 形成内肛门阔约机 那再来它还有外面 在靠近身体内侧的地方 这一块这一大块 还有右边是这一大块 好这个是有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肛門腺 主要就是分泌一些黏液 再來在annotraditional low zone 跟scremal zone中間 會有一個瓣膜 這個叫annol valve 當然就是一個先阻止 不能一直排便 所以它會阻止你在正常狀況下 沒有要排便的時候 它阻止糞便進出的一個作用 好 那在臨床上 其實這個應該病理學可能會介紹 就是 有 現在 其實發生率有點變高 其實這跟我們的生活習慣還有一些壓力有關 就是會有所謂的發炎性的腸道疾病 簡稱叫 就是英文叫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簡稱叫IBD 那IBD其實它是 反覆自 反覆發生 就是會 不斷 自發性的反覆發生的一個慢性的腸道發炎的一個疾病 那在臨床上主要分成兩種 一種叫chrome disease 那一種叫做acerative colitis 就是所謂的克隆氏症以及潰瘍性直腸炎 大腸直腸炎 好 那它有很多相似性 其實它都是所謂的免疫細胞自發性的活化之後 進論到你的腸道 那造成你腸道發炎 但是它在臨床表征上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 chrome disease比較常出現的就是 這一些淋巴組織會產生很多的肉牙組織出來 就是它會腫大到讓你的腸道產生很多肉牙組織 就是影響到你消化道的一個運作 好 那你的整個 那個一些大腸 這些消化完的食物殘渣要經過大腸的時候 會比較那個不容易進出 好 那另外再來它發生的位置 也會比較集中在大腸的位置 那再來 比較散步式的 好 那再來acerative colitis 就比較集中在大腸會發生的 就是 它是屬於說免疫細胞進論之後 會造成你大腸 直腸的地方 截腸的地方 有潰瘍的一個現象 所以叫潰瘍性的截腸炎 好 所以它在一些病理特徵上就不太一樣了 好 所以這個是在臨床上比較常見的 就是 跟自體免疫有點關係 也跟免疫系統有點關係的一個 腸道的發炎性疾病 在這邊簡單介紹一下 好 好 那我們消化道部分就介紹完了 好 再來 我們就進入消化線的部分 好 當然 因為 消化系統的組織學的內容有點多 所以我們會 佔用到 那個禮拜五一點 胚胎學的時間 再來把 消化線的組織學的部分完全講完 因為 要四堂課完全講完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所以我們會借用一點胚胎學的時間 那胚胎學大概一個多鐘頭應該就講得完了 所以我們不需要花那麼多時間在胚胎上 我們就 把 那個 多花一點時間把組織學做一個介紹 那我們就趕快進入消化線的部分 那消化線一樣 在解剖學應該介紹過了嘛 主要 我們要來看的就是 在口腔周邊的 三個大的唾液線 就是所謂的 Pyrotid gland 塞下線 或叫耳下 塞線 或叫耳下線 以及另外一個叫 sublingal gland 就是在舌頭下方的舌下線 以及在下汗骨旁邊 周邊的這一個 Mandibular gland 就是叫汗下線 好 這是在口腔周邊的唾液線 大的唾液線 好 再來到了腹腔 我們來就會介紹所謂的肝臟 胰臟跟膽囊 這三個消化器官 跟消化有關的器官 好 那首先我們就從唾液線 來介紹起 好 第一個就是在解剖學上 這個就是所謂的耳下線 Pyrotid gland OK 就是在耳朵外耳道的下方 OK 那它會有一根導管 叫Pyrotid duct 或者有另外一個名稱叫 Stencent duct 我不知道 對 在解剖學的講義上才有 好 那它會把這個耳下線的這個唾液 從這一根管道 送到上漢第二大舊齒對側的口腔的內側 就是上漢第二大舊齒 大家可以算一下 大概就是在這個位置 會有個開口 它會從這裡把唾液送進來 OK 好 那再來 漢下線 Submandibular gland 大概就是在你的下漢骨的內側 內側下方 那有一些 有一部分可能會偏到這個下漢骨的 就是延伸到下漢骨的外側 甚至偏到上方去 那這個叫Submandibular gland 中文翻譯叫這個漢下線 好 在這裡 耳下線的那個Pyrotid gland 專有名字 這個Duct 專有名稱叫Stencent duct 好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後再來機子延伸進去的這些結地組織 就會把唾葉線切割成一頁一頁的狀況 所以如果我們把其中一頁拉出來看 就長得像這個樣子 OK好 那其中的一頁 所以他就把切割成lobular 就是切割成lob 就是一頁一頁的狀況 那再來這些結地組織再延伸進去 又把這一個唾葉線切割成一頁一頁的小頁 就是lobular OK好 那在這些結地組織中間 那所以他中間這個把 他中間隔開的這些結地組織 我們就把他叫做septa 就是所謂的隔板 那單數就是septum 好 那在這些結地組織中間 也會有一些細胞存在 不是只有結地組織或fibroblast 他還有像adipocyte 就是脂肪細胞 或者是lymphocyte 像是plasma cell等等 這些淋巴細胞免疫細胞 會淨論在這個結地組織中間 OK好 那這個比較不是擔任所謂的 腺體的一個分泌或製造的一個作用 包含我們後面介紹到的胰臟等等 都是他都是 不是分泌腺體的主要的位置 分泌消化液或是唾液的主要的位置 都是在所謂的parenchyma 這個我們叫中文翻譯叫實質 實在的實 實質的位置 好 那實質的位置就是 像唾液腺 我們就來看一下 就是由一顆一顆的腺炮細胞 包覆圍繞成一顆球形構造 球形的構造 我們把它叫做所謂的腺炮 像這就是一顆腺炮 asinous 那通常一個小葉裡面會有很多腺炮 所以就是asinous 負數就是把us拿掉 加i asinous 就是很多個腺炮負數的名稱 好 以及由這個腺炮把唾液送出來的導管 管道就是它的實質的部分 OK 好 所以大家先有這個概念 OK 好 所以這邊就可以看到 吧 像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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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由一顆一顆僵硬性的腺泡細胞 圍繞起來的腺泡 如果沒切的話就長得像這個樣子 OK 好 那再來 在汗下腺跟耳下腺 跟舌下腺 因為它是混合式的腺體 它就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就是同一個腺泡裡面 它同時有僵硬性的腺泡細胞 跟黏硬性的腺泡細胞存在 OK 那如果到了舌下腺 其實它黏硬性的腺泡細胞比較多 所以它你看到的很多 都是純黏硬性的腺泡細胞 但它偶爾還是會出現僵硬性的腺泡細胞 好 那另外 因為僵硬性的腺泡細胞 在我們組織切片製作的過程中 它會被推到比較外側 所以就造成說 會有這個半月形態的一個結構出現 這個我們把它叫做Ceros Diminum 就是所謂的僵硬半月 好 應該沒有講過 應該沒有提到 所以我們在這邊會稍微做介紹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再來我們就來看管道的部分 以管道來講我們由下往上講 這個是一個線泡會連接一個管道 那這一條管道它的上皮是屬於這個立方的上皮 就是矮立方的上皮 那這一條管道叫做所謂的 intercollective duct 叫潤管 就潤月的潤 潤管 好 那再來它外面會有所謂的一些所謂的叫做 epicelial cell 就是肌上皮細胞包覆在這個管道外 那其實線泡也有 這邊有寫 線泡外面有時候也會有一些肌上皮細胞在上面 這個細胞有一點像肌肉細胞一樣會收縮 雖然它是上皮細胞 但是它會收縮 它會有收縮的能力 就是促進把唾液推出去的一個功能 好 那到了潤管 唾液送到潤管之後再來會往外送 送到比較管腔比較大 然後它的構成這個管腔的上皮細胞也會變得比較高 所以就走到所謂的由柱狀上皮所構成的管道 這個管道叫做紋管 striated duct 那紋就是細紋的紋 細紋的紋 就是你皮膚出現細紋啊什麼之類的那個紋 好 那這個紋管 我們待會介紹紋管為什麼會有這個名稱的來源 那潤管跟紋管都還是走在一頁一頁的小頁之內 所以它統稱叫做intralobular duct intra 那intra是指內的意思 所以就是小頁內管 他們都是屬於小頁內管 但是你們在跑台的時候是潤管跟紋管要區分的出來 ok好 那再來經過紋管再往外送會送到走在一頁一頁的小頁之間 就是走在實質中間的管道走在結地組織中間的管道 這個管道我們就把它統稱叫做所謂的排泄管 我們剛剛已經有提到了 那上皮的形態就會慢慢地從柱狀上皮 紋管的柱狀上皮 演變成跟口腔一樣的附成扁平上皮 所以它的上皮形態是一個演變的一個過程 所以就慢慢從單層柱狀 變成尾附成柱狀 然後再來變成附成立方 附成柱狀之後 再來就會跟上皮 口腔的內側一樣 變成附成扁平上皮 所以排泄管的上皮的形態 就是一個過度的一個變化的一個形態 ok好 那再來 整個唾液分泌 我們會把一個線泡 以及這個線泡會延伸出去的這些管道 統稱 把它組合起來 統稱 叫做所謂的一個salivone 那這個就是唾液分泌的基本的功能單位 ok 叫做唾液小T 那當然一個 一個耳下線或一個唾液大的唾液線裡面 就會有很多的這個唾液小T 好 那再來 在整個我們剛剛已經有提到到了 就是線泡有所謂的僵硬性的線泡 跟黏液性的線泡 那 僵硬性的線泡 細胞 就是 以分泌蛋白質為主的這個唾液 那它分泌出來唾液裡面就有黏液素原顆粒 欸欸欸欸 不是黏液素原顆粒 那個 Nimogen就是 欸 酵素 黏原顆粒 黏原顆粒 好 那它的細胞核會比較圓 那中間偏底部 那另外 它在這個底層的地方 因為它要製造蛋白質嘛 所以它就有很多的 Rovia跟Free Labosone 因為它要製造一些 像Amylus這類的消化酵素 那另外 它的基底層 跟側面 尤其是基底層的地方會有 摺進去的狀況 好 那再來 我們講完這一個就休息一下 好 欸 時間就到了 不用休息了 好 我們把這個講完 這一頁講完 好 就是 第二種細胞叫做黏液細胞 就是在唾液線 第二種細胞就是黏液細胞 如果回到剛剛來看就是這一顆 大家可以發現 它的細胞核會被壓在底部 那細胞質的地方 會充滿了一堆黏液素原顆粒 黏液素原顆粒 好 好 那這一個就是屬於分泌唾液裡面 比較屬於黏液的部分 那當然主要就是潤滑的一個作用 那通常 它會有一個周期性的一個作用的一個過程 好 那再來 在 這個腺泡和腺泡中間 有時候會出現一個小管 這個叫Sepentum的Canaliculi 或叫Intercellular的Canaliculi 好 這個我們明天 就是 在接續講的時候 我們再來介紹就是 它是一個也是一個 artificial造成的一個原因 造成我們在組織切片上 會看到這個 細胞肩小管的一個出現 好 那 好